大家好,欢迎来到财富的信仰频道 《失落的致富经典》是一本实战手册 是专门为迫切想得到财富 但是又不得其法的人写的 《失落的致富经典》出版于1910年 作者是华莱士沃特尔斯 他是美国成功学笔组 华莱士毕生致力于财富、健康、成功方面的写作和研究 《失落的致富经典》是华莱士最为成功 最为著名的作品 深刻影响了世界著名财富励志大师 拿破仑·希尔、奥格曼迪诺、罗伯特·清奇等人的思想 而且他所揭示的财富原则 也深深启发了包括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在内的几代美国人 《失落的致富经典》共五万多字 共三章 其中包含了25片 包含了很多案例和故事 在这期视频中 我们总结了这本书每一章的精华 通过几十分钟了解本书的重要内容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快 更好地吸收这本经典的主要内容 运用在自己生命中 尽早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豪 现在就让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 我们要知道一个概念 叫做无形体 地球上可见的一切都是由一个本有的生命创造的 它是无形的 有的人称之为上帝、祸神 中华文化在佛教之前 很长一段时期也都是祭拜上帝的 也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无形体 在本视频中 我们就称这位创造万物的本有生命为 无形的存在或上帝 无形的存在是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 它有智慧 它会思考 它一直在改善我们的生活 当无相处于原始状态时 它能够渗透和充满宇宙 只要有利于生命的成长 无形的存在就会无限量地提供生命所需要的物质 永远不会短缺 因为无形的存在 渴望通过你来完善它的生活 无形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就像母亲和孩子 母亲创造了孩子 并会为孩子提供她能提供的一切 因为母亲希望孩子的生命 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为孩子提供物质 就等于完善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科学致富的第一法则 就是让大家明白 宇宙中有一个无形的存在 一切都是这个无形的存在创造的 当这个无形的存在处于它的原始状态时 它可以渗透 弥漫 充满整个宇宙 一切看似不同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同一元素的不同表现 这个无形的存在有智慧 可以思考 并且它可以使它的任何想法 形成实体 同样的 因为我们是按照这个无形的存在的样式 被它创造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个思想中心 我们可以产生想法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想法中描述事物 并将它们传达给无形的存在 这样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想要的一切 这是科学致富的第一法则 像秘密里的像宇宙下单 很多书上都有类似的概念 只是不同的书教法不一样 无形的存在 在吸引力法则的秘密中被称为宇宙 道德经中称为道 圣经中则称为上帝 神或圣灵 虽然名字不同 但传达的内容是一样的 这个无形的存在是创造万物 供给万物的源头 所以当我们关注贫穷 疾病 黑暗 卑鄙 肮脏的事物时 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 与这些事物相对应的形象 这些图像是一种想法 无形的存在 会根据我们的思想 使我们思想中的事物显现出来 那么贫穷 疾病 黑暗 卑鄙 肮脏的事情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你的世界就在哪里 如果我们专注于那些美好的事物 同样的道理 美好的事物就会围绕着我们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菲利比书四章八节说出了同样的道理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是你们都要思念 因此 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决定了我们生活的现实 而不是其他人 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以下是获得财富的具体方法 一 首先 要记得改善客户的生活 为他们创造精神财富 你要让你提供的精神财富 远远超过对方提供的现金价值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所做的每一笔交易 都在提供整个世界的活力 你将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 二 永远幸存感激 我们越是感激无形众生 为我们提供的一切创造 我们就会得到越多的好东西 你关注什么 你就创造什么 感恩是一种调整 可以帮助您将注意力集中在好的方面 所以你越专注于好的东西 你就越欣赏它 你就能创造出更多的好东西 三 你要有一个具体明确的意图 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 这个非常重要 你的意图越明确 你的愿望就越强烈 你就越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越是能够加速现实的显化 之前我们在密集中也提到过 想要跟宇宙下单 就得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说清楚 说清楚 四 坚定你的信念 越坚定 越执着实现心中所想的信念 就能越快致富 因为这涉及到思想的一致性 如果你发给无形体的念头是一致的 你就不会因为它是消极的念头 而削弱它 它会给你你想要的 如果你想致富 而你在想 不 我确定我不会赚钱 那是一种自我取消 相当于向前走一百步 再向后退五十步 如此反复来回走 也走不到终点 我们需要能够想象我们想要什么 想象这个东西已经在我们身边 想象使用它和拥有它的感觉 当你保持着这种精神上的占有 也就是你的信念坚定不移的时候 你就会很快得到它 五 专注于自己 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意志力来提升自己 即便是工作 也不要为了取悦老板而工作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升自己 当你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时 你会散发出非常好的光环 处于这个气场的人会感受到你的魅力 别人也会感受到你的进步和成长 会被你吸引而改变 我们没有权利 也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意志力强加于人 强迫他人成长 父母特别喜欢跟孩子说 我让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你好 其实我们不是彼此 我们不知道什么对别人好 要想改变别人只能靠影响 不能靠强迫 只是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其他人 六 摆脱相互竞争的想法 一切都是上帝的孩子 他希望每一个生命都完美 所以他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竞争 如果我们想致富 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想法传递给上帝 也就是通过祈祷与他对话 你根本不需要掠夺别人的财富 因为上帝的供给是无穷无尽 取之不竭的 一旦陷入竞争心态 你就会锁住自己的创造力 七 专注于当下 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现在的行动上 不管是什么样的行动 一定要符合你现在的环境 和你现在环境中的人和事有关 你不需要关心昨天的工作是否令人满意 因为它无法改变 明天的事不必急着去做 明天的是明天在谈 只有关注当下才能改善当下 事实上 你会发现根本没有过去和未来 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当下 所以要把当下的事努力做好 八 让你的一举一动都为你的梦想服务 归根结底 我们生命的果实来自每一个成功行动的积累 做每件事的时候 不要盲目去做 想想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否都在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进 无论一个行动多么微小 多么平凡 都要以自己的梦想为中心 在这个行动中坚定自己的梦想 将你所有的信念和决心 集中在你的行动上 你所做的每一个行动 都会是有利和有效的 一次成功的行动 为下一次成功打开了道路 当你朝着你的目标走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目标也在朝着你走来 因此每次工作时 请专注于目标完成时的感觉 这种激情可以激发内心强大的潜能 不要害怕恐惧会极大的消耗你的力量 每天用最完美的方式去做今天想做的工作 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把我们的心态变成竞争者 当你匆忙时你就会欲速则不达 9.提升你的印象 无论何事何地与任何人接触 我们都需要传达对自己的正面印象 改善生活的愿望是一切的本质 所有人类的进步都是基于自我完善的愿望 我们追求更好的衣服 更大的房子 更好的食物 以及变得更美丽 更健康的愿望 实际上是改善生活本身的愿望 当我们表现出攻击性时 我们会给接触到的人留下印象 只要你跟我走 你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 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创造中心 我们会发光 任何与我们亲近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只要你向他们表明 你给予他们的精神财富 远远超过你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金钱 他们就会为你提供的精神财富付钱给你 这是制服最根本的原则 因为人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 你可以增强别人的生命力 如果你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实 你就会成为一个磁铁 每个人都会愿意和你亲近 也会给你钱 换取让他们成长的精神动力 10.不用担心 很多人觉得现在没有机会了 红利期过去了 环境这么艰苦 其实在艰难的环境 总有人能成功致富 你只需要专注于一点 你的关注点在哪里 你的注意力就会在那里 如果你关注那些不幸 恐惧 不顺利的事情 你就会为你的世界创造这些东西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重心 注意不要说出令人沮丧的话 因为你所说的最终会成为你的现实 永远不要说永远 不要谈论任何失败的迹象 不要让自己感到沮丧 当你的注意力改变时 你的生活也会随之改变 圣经也教导我们不用担心 腓利比书4章6到7节中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当我们祷告 感恩之后 我们的心得到了平安 我们的注意力自然会关注在好的 善的 美的 和我们所希望的事情上 总结一下 首先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看不见的存在 这个无形的存在是万物的源头 世界上的所有实体 都是由这个无形的存在创造的 如果我们想致富 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信念 让你的思想稳定下来 和谐地向这个无形的存在 传达一个想法 这可以帮助我们显化我们想要的东西 时刻盼望财富 坚定信念 心存感温 努力做好每一天的职责 力求每一个行动 都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现 努力提高自己 而不是要求别人改变 永远不要气馁 永远不要说令人沮丧的话 将梦想注入每一个细小的行动中 让与我们同行的人 得到心灵的提升 最后需要提一句 最高的磁场是爱 如果你相信 有一个非常爱你的上帝的存在 那么这本书提到的很多具体操作 会很容易做到 圣经里提到 上帝就是爱 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 感受到 体验到这份无条件的爱 祝福您 愿您早日实现您的财富梦想 和您所有生活的目标 谢谢收听财富的信仰频道 如有任何建议 请留言和电邮给我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也请订阅本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和喜爱 财富的信仰 会一直在这里陪伴您的 请记住您是有福之人 期待与您再次相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